很大幅的改变嘛 其实也不用啦 哪些地方需要变动呢 第一个 先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 里面大概就是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表单的名称 也许我叫做Home好了 这边我在云端版本上面也有啦 你就把它改一个名字 不见得一定要叫Home 如果以后你是叫Home 那你就Home点秀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这个的一个 把它拉小一点点 但是这个名称不好看 也许你这边Capsule可以把它改成 不一定叫UserForm1 这个名称 比如说叫什么 目前状态好了 就是可以把它输入一个 类似像这样好了 给它一个名称 再来的话呢 放在上面一个Label 特别是这一个 把这个Label拉一下 拉一下多大 这个的话呢 需要更改几个这个属性 里面的话 第一个先把那个里面的 这个名称不用改 往下看 颜色要不要变动呢 你可以自己来决定 比如说我刚刚是用红色 如果你不喜欢红色 你可以改别的颜色 然后再来的话 把它的Caption 上面有个Label1 不好看 把这个Label1 delete掉 它没有那个上面的东西 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宽度哦 宽度哦 我是建议干脆就200好了 因为比较好记 然后呢 你再自己把这个宽度也拉成200 因为我刚我这个程式哦 我等一下写的程式是刚好调成200 那当然以后如果你要400 或者是1000 你可以拉宽一点 没关系 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我是 这边是设计的时候呢 用200 好 那其他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些地方 也不再需要更改 主要是wise改一下 跟它的那个Background 颜色改一下 好 那可是问题 接下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可以 当我把表单叫出来的时候 它就去 一样 去帮我去黑名单找东西 那程式该写在哪里哦 特别注意哦 请注意一下 就是程式部分的话 这个稍微拉宽一点点 因为我需要在表单背后点两下 啊 等一下做完之后 最后再把它拉回来 点两下 那这边请你找到什么 当这个User Phone 怎么样 ActiveAce 所谓的ActiveAce是启动的时候 我就去执行什么 执行那个 除了去找黑名单之外 也要变换那个它的宽度 那这个东西哦 其实基本上呢 你可以把那个刚刚的 我们写好的那个这个程式 有没有复制之后 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这个 这个U 这个里面然后把它贴上 但是你需要再变换什么 变换那个你的 Label的宽度 那这个东西哦 在我云滩上有了 然后我们直接看这个 主要是这一行 跟这一行 还有这一行 这几个 是我后面加加进来的 这这这几行 另外最后呢 因为你要更新它的状态 所以呢 这几行也是新增的 所以最后 中间的部分是原来的啦 然后我只是去变动什么 第一个就是PB的宽度 所谓PB宽度就是说呢 这个Label预设的宽度一定是零嘛 因为刚开始他还没找 还没跑嘛 一定是零 然后呢慢慢的 到什么时候会更新呢 就是当他找到一个 两个一直往下跑的时候呢 再去更新 所以更新的部分呢 就是这边 好 这这两个干脆 最后把它 这四行 感受C一下好了 把它贴到那个NAS这边 主要是怎么样 如果他增加了 那你就怎么样 再把它的那个数字 做一个变更 这边的话 我有一个变数是 到底他总共应该有多少 那这边的话有个MAX 他的最大值 就是说呢 最后 那我是根据 总共的比数-1啦 -1的话是上面的标题不需要 再来的话呢 用2000来除 那也就是一个Count 他就是中间的间距 应该是多少 因为我是用200来除 所以如果将来 你这个数字 宽度不是200的话 你可以用 那个你的宽度 来除以那个 你现在的总比数 会有Count 你的比例 一个比例是多少 那我每一次都加一个 每一次都把它加一个 那记得这边有个me me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表单 他怎么样 repair 就是要重画 如果你没有这一行 他不会重画 OK 那最后跑完之后呢 跑完回圈 就记得把这个表单给关闭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程式 那 最后呢 记得就是说呢 在我们的那个模组里面 再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 叫启动表单 那因为呢 我需要触发这个Active的事件 所以我要启动 那启动的话很简单 就是 Home.show 直接怎么样 Home 就是刚刚那个表单 点 show 就把它show 就把它显示出来 好 这样子完成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查 把在这边 指 指令那个聚集 就是启动表单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点他 对不对 他会把那个表单给叫出来 然后他去查黑名单 并且更新 刚刚那个Label 好 来试一下 好了 OK 看一下是 PB 这个地方 刚刚漏掉一个动作 就是 记得要把这一个 Label的名称 改为 PB 因为我刚 我把那个 状态列 上面的 我是用PB 来当他的名称 OK 所以刚刚那个地方没有 OK 再一次 点击他 好 各位可以发现 目前有没有 就是 刚刚那个 查询黑名单函数的 进阶板 我发现 点下去 点下去呢 Home.show 对不对 那当Home.show的时候呢 这个 会触发那个 user phone的 activate的事件 就启动 对不对 activate activate的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 去跟上面这个按钮 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多一个 去更新什么 他的状态列的宽度 所以他宽度越来越 越来增加 有没有 那就会有 刚刚看到这个效果 一直不断不断不断增加 OK 那当他全部跑完之后呢 就怎样 Home.high 就把他隐藏起来 那就关闭 OK 所以 他的周期就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锦上添花 可能有些同学 暂时也许不是那么明白 不过没关系 逻辑知道就好了 回去有机会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逻辑做出来之后 以后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可以套用同样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需要人家等待 就不可能说 你有加这个跟没有加这个 其实我想应该会差很多 尤其比如说你从网路上撈资料 像我们常常撈资料 一撈一下 要跑很久 如果说你没有让他跑这个状态出来的话 估计者会不知道说到底你这个现在是荡调还是怎样 他就一直乱按 没有荡调也变荡调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个状态 请他什么 请稍后 或者是给他一个多一点的讯息的话 那这样子的使用的界面我想会更OK 那你会觉得 哇 这好像还蛮专业的感觉 对不对 OK 整个质感就不同了 对不对 有跟没有 应该还是有差 不过这个多一个这个功能 可能需要多 花你蛮多时间 那下个礼拜因为刚好 我们休假 一周嘛 所以这个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练功的好题目 回去给你试试看 那 也不需要太担心了 反正我刚刚做的画面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这次都有 有哄点修有没有 然后怎么做 PB 我刚刚漏的 这边也有了 两千 两百 然后这边的程式都有 你只要把这个 放对地方 他应该就会walk 如果实在不行 我刚刚的做的动作 全部都有录下来 你可以 再repeat 或者暂停重新看 我想 应该还是可以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根据实际上状况所产生的 而且这些东西 应该你在书里面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 而且是应该有我的style 完全是原创性非常的高 书里面也不会这样写 我不知道书里面 有时候书里面写的真的是 是太 太旁杂了 所以我讲过我写作的 特色就是第一个 城市越短越好 第二个 越直 城市越直觉越好 因为不用背 里面东西 有些其实跟我们前面所交的 都有一个关联性 那只是说会多出几个物件 比如说今天包含就是说 多了一个colors物件 就蓝 然后还有shits 因为我们跨了好几个工作表 所以会有shits第一个 或者第二个第三个 那你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因为将来你的工作资料 一定会有很多个工作表 那当然这个跨工作表是必然性的 再来就是多一个表单 所以这些如果你懂得全部把它串联在一起 我相信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在处理大数据的时候 我想应该会更加的得心 因为VBA在处理 有关大数据这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工具 以目前阶段来看的话 应该也很难有一些工具 或者应该算是城市语言 能够 我觉得能够超越它的可能 蛮难的 因为至少它第一个 在Excel里面 它就很方便就可以做一些处理 而且这城市码 云端上你复制贴上去 它马上可以Walk OK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等于是说锦上添花 多一个 本来是没有那个状态的 那现在的话呢 马上就会多一个 所谓的那个状态出来 OK